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 昨天看到有一个教授 一个北京人大的一个经济区教授 他系统的讲的就是 一种叫住必税的这一个概念 记得我和大家不是说过有个国王 他那个肥猪的那个 他把环金稀释以后的那种发行货币 那种就是说 每次发行一次货币 那个蒸发货币以后 把原来的货币里面的钱 稀释了以后 叫稀释也行 也叫掠夺也行 你叫怎么说发转移也行 搬迁也行 那么把以前的钱的核心价值 搬迁走了以后 那这个教授就叫 把它称为住必税 但叫什么我们不用其管 然后珍疑看到了 这个教授他说了一下 他就说 我们不断地把这个蒸发的这个货币 就是这个住必税 把以前那些提出来的一些住必税 是主要的作用 他说的作用 他的作用 就是说 要用这笔钱 提出来的这笔钱 去打通外面的空间 打通国外的空间 补贴 画了一个签的沿海地带 大量出口 那么就是 大量出口以后 他的这笔钱的用处 我还是第一次 很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 就是说 你把这笔钱用到哪儿 你至少要有一个俗法 或者一个 基本的一个 讲法吧 那么 然后 这笔钱就是用到了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以后 那么这个 大量的 这两个地方 就是需要农民工 那么大量的农民工 就积极到沿海地带 就是打工 然后又在那 背景地乡的打工 打工以后呢 就把这个钱存起来 因为你出来打工 你要养家福口 这个钱不能乱用了吧 你要攒着起那个钱 每次 一罚工资就攒着 攒着 那么每年你是攒着的钱 攒着那个钱 然后第二年 我又提 那就形成了一个 就是说 反复的提 讲到这 差一个话 我以前 我记得 我看到过一篇文章 很早的 有一个 人他出来 讲了一下 他讲 我们的 老百姓的存款 但是太大了 很大 得有一坨存款 然后他就说 这团存款 泛着起 是对经济的一种 是洪水猛兽 具体的他就这样说 当我当时那种 知识状况 或者那种 即便到现在 他就是这样 有人这样说了 我也不会反应过来 但是 他在那个时候 就有人 其实他就开始 关注这个存款 他就开始 奠记这个存款 就是说 他已经懂什么 叫存款了 而我们不懂 我们只知道 那个银行的 一个小存则本 我们对钱的意识 就只能达到 那个地步 再插一个话题 我当时 读着起 初三的时候 不是我们 那下子也开始 学了个 政治经济学了 然后有一个老师 他就说 什么叫哲学 他就在河板上 学了一个拉丁字母 一大串 他就说 写完了以后 他就说 字就是哲学 然后在讲的构成当中 有一天 我就 整理我的那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看到 有一篇 那个时候 写了一篇论文 那篇论文叫做 墙前就是真理 很好笑 那个论断 就是说 为什么说墙前就是真理呢 当时的这个论断 就是说 你看是不是 是运动的 不可能同时 走过一条河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叶子 就是是不是 是运动的 因为是不是 是运动的 你说 实检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因为你是实检 就是说 甲逼 甲逼说 我现在 要去打篮球 或者打排球 什么是真理 那么就是实检 实检就是说 打篮球是真理 那么你去打篮球的以后 就实检了以后 打篮球的 那你就说 打篮球是真理 那么 打 那个打排球 这个就没有实检的机会了吗 他就不可能有实检了 整体就不可能有实检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未命题 所以来就是说 能够墙前的 认定去打篮球的 这个就是真理 然后 我就把我这个 写的这个论文 就交给那个 我们的那个哲学老师 但是哲学老师就说 你看你写的是 这是什么东西 稀里糊的 乱七八糟的 一点也不像什么论文 不论文的 但是也是很害羞的 那就跑了 到了现在 我依然感觉到 看到这篇 很好玩的论文 那么 过了很多年以后 到现在的 然后随着野力 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 到现在我都感觉到 以前 这个的观点 真的很正确 到现在 到今天 我都觉得很正确 那 插了两个 小故事 转回头来 说具体的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钱提了以后 你把它用到 补贴到国外 是为了大通生存的空间 无靠非 你为了 划个签 再来形成一个 资本体系 也无靠非 你把人 移到以后 反复的这样提的存款 反复的吸食存款 然后 这个教授最后 他就说 他就和他的求生 反复说 已经 这个钱 已经 脱利的金本位了 早就脱利的金本位了 但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又再说 就是说 本质上钱 就是说 你交换猪 我交换羊 然后我就 应该钱 就是说明 你一个活动 钱最后就是一个活动 就是说 我拉着 一份 我能够 换一头羊的活动 你拉着一个 可以换一头 租的合同 我们什么时候 换来 有一个时间关系 规定的时间量 那么我们就把 这个钱 这个活动 我们就隔着拉着了 但有些人 他就把这个合同 为了翻遍 他就把这个合同 整合起来 整合成一种 货币 那也可以 你为了服务 整合了一个货币 然后不断的 抽象以后 那么这个货币 他完全就是 投利的一个概念 在这又大约的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货币怎么统一 度量怎么统一 你要用大岛 小岛 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货币 一定要统一 那这个话题 以后再讲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说 你盯着这个 储席的这个 银行里面的存款 你就动着这个 老金了以后 那就还是一个地老化 我讲两个实例 就是说 我的父亲就是说 苦了一辈子 最后不再来 的时候 就是甚至七百多块钱 然后一辈子的钱啊 那是 到你看 多少年以后 到现在为止 真是不够吃一顿饭 就熟然停的到现在 喝瓶酒 你都不够 那 还有一个实例 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 一个 那个 一个场景 我看到有一个 以前 我 到一个矿山 我看到一个 两口子一个 养了四个 而你的一个 职工牢了以后 他什么时候牢了以后 他都说是 就是说 不管什么病 他都说是 开一种什么 什么 什么子科 谈将词 但我们具体不管了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家徒世壁 家徒世壁 到最后就是 解散了 解散了 他就说 我听着他就和我说 我苦了一辈子啊 怎么就像现在一样的 就走了 我当时也没很理解 一个年轻人吧 所以这个说的 具体的就是 讲到这儿就是 下次再接着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